那他都说是算是情敌 你觉得算是吗 其实也不算是情敌 这不就是说 因为我本身开直播 就为了开新闻 大伙就说 本身我是非常接地气 我说的话有的时候 他们都没听过 然后他们感觉特别有意思 在这儿玩 可能就是说 他们感觉我还算就是比较真实 然后才抗议 不一定就因为代表喜欢我 你看天鹅一来了 他都没打理我 然后你看我一都说了 要五十八咋地的 他根本就没看上我 不现实 不真实 说上一个 这三个情敌 太分析啥了 然后我也对我自己总结了一下 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我所具有的品质是踏实 温柔 有原大理想 脾气好 有健康的身体 有记性 有思想 最关键的一点 是今天我站在台上 机会属于我 最近这几天吧 我还想了一些 咱们可能结婚之后 或者说欠手之后 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和矛盾 不是 第一个词我没太听清 咱们什么之后 牵手或结婚之后 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个我想了 如果我们结婚了 我没有50万彩礼 你妈不同意 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只有一半 剩下的我可以打白条 我一定在五年之内 变成现金给你 刚刚的这一条 请燕玲妈妈仔细收看 对 好 那下一个会出现的问题 如果咱俩真的结婚了 然后七年治养怎么办 这个我尽量不会让这个魔咒发生 我会不断提升自己 看书 旅游 增长见识 让你每天都有新鲜感 七年 结婚七年之后的事情 都想到了啊 接下来呢 等我们有了孩子 我希望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虽然这样你可能会很辛苦 但是当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有他们陪你 就不会孤单 他们长大以后会互相帮助 我们俩就可以去过二人世界了 只是这一位可惜 我会一个人的 我觉得是静下心来 非常慎重的 而且非常认真地想了一下 你们两个牵手 和牵手之后的日子 我敢肯定燕玲 在她的脑海当中 甚至都预想过 你穿上灰纱的样子 你当妈妈似的样子 甚至你老了 满头白发似的样子 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吗 还有 那我先去取了吧 好好好 uit然 unquote 所以再做一个 相互都说 christophie 就是立即正为 但是 morning què STijk 就是 这21朵花 代表我真诚的爱 今天借了这个集会 我想说燕安姐我想说 我想找什么样的 我心里一直都想找什么样的 我一直希望以后 我对她是1米8大个 170几 然后呢 可以什么都没有 没有车没法 没有钱都可以 不是非要50万 但是说钱也不是万能的 但是这个心特别重要 然后我也希望 可能感觉不对 我希望以后 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能有一个心 谢谢 希望你能找到你喜欢的 能让你幸福的人 虽然这人可能不是我 但是我祝福 我也希望你都会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